喂 徐少驊 律政司說這個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不就更暴力 隨時可以抓 但講暴力 你夠這個政府暴力? 垃圾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書之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誰的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鬧鬧 衝奪香港 好 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奪命鬧鬧 又不見了這個陶君幸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下次 找Lance 穿著一套藍色的衣服 不用了 省了 噴油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問黃洋達濟的眼鏡坐在那裡 任何人都可以做 任何人都可以做 其實你不要炸掉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一望就知道是你 那個任何人 任何人有幾個特徵 昨天我們都說過 這個消防處長 都明白到這個 渚到盡頭就是營這個道理 就弄了一個這樣的代言人出來 但他有幾樣東西 令到他網上爆紅 我覺得 因為他真是膠到無倫 你所說的特徵 當然就是肚腩 我明白的 第二個特徵就是穿黑色的眼鏡 我也明白的 第三個特徵是什麼 第三個特徵 真是不知道 有些人漏了 就是白框眼鏡 去到這一步 我覺得真的不是撞棍的 你完全沒有想過 任何人要加一個白框眼鏡 其實是沒有項目的 但你知道白框眼鏡在網上是有意思的 是什麼意思 是大亨的 傳媒大亨 對 傳媒大亨 所以我覺得去到這一步 就是終於 我相信他不是狗屎撞馬棍了 是專門的 是專門的 有意醒射 第一就是玩膠 整個有肚腩的跟羅蘭 一起交換 第二就是 那個牛頭馬面的rap 就像當日公民黨 譚香文rap 是有九成相似的 我懷疑可能是同一個團隊製作 所以我覺得創作者 是很留意時事的 還有這個創作者本身是有相當豐富的常識 我給大家的片看 就是這個 我們這一代總會看過的叫透明人間系列 昨天已經在網上洗版了 這個真的被握出來 什麼來的透明人間系列 透明人間系列就是日本的愛情動作喜劇裡面的其中一個類型 專門是男主角穿緊身衣去性侵那些女主角 這個就是他們經常出現的 就是在診所裏面發生的 藍色衣服 這個是在學校裏面發生的 在學校發生裏面 你看這個女主角的樣子 就是對著一群透明人間裏面 我們叫做執男 這個是白色的 他們是不用見樣子的 只是負責見某一部分 你這次很老實 很老實地把這個 什麼人間 透明人間 你不要裝不知道 這次這麼老實 為什麼你上一次和郭榮孫的節目 有猛暫不知道那些毒龍珠 我這個人很老實 我認識的就一定說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就不會像其他網台主持人一樣 死衝 就會被人揭露 那我讀龍珠是不懂的 衝來做什麼呢 衝出來就是被人笑 你沒理由的 你這方面是專家 很多人都期望 這方面AEV我就是專家 這個我從來都不否認 所以當這個任何人一出 你知不知道我的Facebook裡面 就叫我開始做功課 叫你研究一下這個 他已經猜到你會說這個透明人間 噢 這樣的 還有我的朋友馬上發了一些圖給我 有些更激 今天就開始瘋了 昨天也是李卓仁 率先出來抽一些東西 今天整個政府部門都開動的宣傳機器 因為是活動的 是的 這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捐血 記住那個人字 跟消防署那個不同 消防署那個是人字兩話 人詞的人 人詞的人 是的 還有那隻手就好像 你的緊身衣真的要做得好些 不要隨便找一隻洗碗的膠手套 來扮演任何人 因為它的物料本身是重要的 它是那些好像面堅尼的物料 就是貼著 很貼 就是SM那些 很彈力和貼著身體 所以昨天你看消防署那個任何人 他的肚腩全燃出來的 這個就不合格了 這個是紅十字會的 即是你的意思 你認真點 認真點 不要硬吃 接著看看 第二個 這個 這個不是政府部門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什麼 雙非人藥水 新力啤酒 又是抄一些不抄一些 就是看不到這個大亨的眼鏡 對不對 這個沒有大亨的眼鏡 第二就是 抄到一條黑色波褲 但是抄不到一個肚腩 所以我覺得這個又是差一點 然後再掃下去 這個就是Sony 拍照了 Sony這個好像就是 會不會是拿回消防署那個 然後強行 鍵了Sony的 軟攝鏡 就不知道了 任何人都可以拍照 不過他又是沒有白框眼鏡 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覺得白框眼鏡 左頭左勢 又或者會令到別人 以為他們支持這個本土運動 所以就 扔了白框眼鏡 我記得我看羅蘭那段MV 是有白框眼鏡的 一時有一時沒有 是的 它的MV又不是全程有的 是的 除了Sony之外 還有 這個就是打機 PlayStation 都是Sony 你看到了 這個Sony始終認真一點 就是那個手 你看那個手套 那個膠手套 是全新衣 跟紅十字會有些分別 再看下去 這個是家事伯 這個就有了 左手右手的Rap 就是跟著MV 這個就有白框眼鏡 不過就轉了做家事伯 那隻的綠色 其實這些緊身衣 網上就很容易找的 淘寶 真的有很多 你很快點訂購件 我準備訂定 如果淘均衡還不好的話 我就訂定 就給隨便一個人上來 我們找一個聽眾上來 穿著都坐在那裡扮他 你不要以為只是淘均衡有用 你也有用 你經常都回加拿大 到時就有一個人穿著 然後那個就是劉細良 這樣就可以了 任何人都可以扮劉細良 任何人都可以 還有的 還有的 今天出現的任何人 大家可以繼續看下去 就是剛剛 加士伯 我見過一個橙色的 加士伯那個綠色 Lala Move 好像是橙色的 其實 另外還有 阿仁 李卓仁 李卓仁 任何人都支持李卓仁 這樣就很簡單 既然大家都吃著說一句 任何人都應該捐錢 在這個 我們直播節目裡面 希望任何人 不要要藍色 藍色好像少些錢 好像 橙色 橙色好像比較多 對 剛剛陳俊華 陳俊華捐了118 哦 對了 Brian Winnie Lanny Ringo Style Steven Lau Nelson Ma C-U-Del Lee 陳俊華 Rae Yang 等等 先謝謝你 如果捐到 今天如果過到這個 我們給了一個數字出來 如果今天有五千人看直播 下一集就會扮這個任何人 哈哈哈哈 你們不要再高一點 喂 去到4777了 上次 沒有些誠意 雖然這個星期沒有監聽的一千 但是大家可以補數 你不要讓他走數 大家一起夾手夾腳 再多開幾部電腦 現在1478沒有久了 每人開三部 立刻 特意下個星期變成透明人間系列 哈哈哈哈 吃完任何人之後 大家要記住 這些招式拆到盡頭就是型 不是每個部門都可以用的 當初大家笑 其實就像什麼呢 很多時候 在網上的交交的宣傳方法都是這樣 我覺得他是玩交的 他是玩交的 很明顯 我覺得 初初我也不相信 不是低手所為 初初我不相信 因為政府部門玩交 其實是很少的 他通常就是本來不想玩 但是變成交 你明白嗎 他很認真地做 但是在網上變成交 但是這次這個不是 是真的 認真地玩交 因為你看到他 找那些演員 所謂 羅蘭 除了羅蘭之外 羅蘭是專業演員 夢為大師 其他有兩個 其實在整個演繹的過程當中 你都覺得他好像不懂演戲 很業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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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我也覺得他是刻意 這樣玩法 令到那條片更加交上加交 還有他有些氣弱的成份 羅蘭那段片 他以前的《龍婆》那些 那些《燈光》 還有玩周星馳 周星馳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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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夢為大師》我沒看過 劉爾達一個 據說會一直出台 就是還有第二集嗎 有的 一直都有 有的 昨天只是開始那個《燈光》 不是結束的 是一直流出的 我覺得挺佩服 畢竟消防署都是政府部門 這次也挺大膽的 但我覺得有民意記載 因為消防署是政府紀律部隊裡面 在民調裡面最受支持 最受市民支持的 你試試警察吧 我想死定了 以前在紀律部隊當中 我想是十年八年前 紀律部隊的形象最好的就是警隊 是 現在肯定是消防 我一定是 第一 消防救急扶危 永遠都是市民最需要他們 或者最危險的時候出現的 但不會像警察一樣 今天有一宗醜聞 在深水埔警署自殺 現在發官說要徹查 發官說要徹查 因為簽導保是偽造的 根本沒有巡視過 還有之前枯頸 弄死的士司機那件事 六年前 由保安局局長到警務處長都說不幸 道具協會問家屬也不會 根本是甚麼人 這次的案件 涉及到偽造簽導保 但大家有沒有印象 近年 在基劉室裡面 死了很多人 跟今年的所謂死的偽人 死的偽人 這樣的感覺 即是制度有問題 制度有問題 還有 我再說一次 不要說那些犯罪的警員 是休班警員 其實休班警員 他的身份也是警員 所以很多影群底 很多輕微罪行 沒有去到偽造簽導保那麼嚴重 其實 很多輕微罪行 打開那份報紙 不是偶然的 坦白說 近這兩年 看到警隊 即警察 互作妄為 犯法 在執行當中 去做一些不應該的事 我自己覺得這個不是偶然 絕對是因為整個警隊裡面 是出現了 即是等於我們說 香港政府出現了 一個結構性問題 嗯 即是等於我們香港現在 劣幣驅逐良幣 是啊 警察 警隊也是出現了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要呼召 這個任何人 就應該變成 我們的英雄 去專門打黑警 哈哈哈哈 即是創造一個漫畫 是吧 就是這個任何人 走進去這個漫畫廳 變身之後出來打黑警 這個絕對有可能性 變成漫畫 絕對有可能性 你剛才說什麼人間 透明人間 你別裝不記得 你的相片給我 這個透明人間 本身也是日本漫畫 是AV 不是 它有漫畫的 有漫畫 糟了 留我嘴 露底 露底 我自己覺得這個 其實你不要說 我覺得它可以前衛 除了去玩膠外 它真的有性以鹹 你有沒有看過它那條片 看過消防署這條片 你認真地看 它是有性以鹹在那裡的 一秒兩下的 是的 又5cm 哈哈哈哈 我昨天也不敢說 因為鄺詠孫在那裡 這些對白 我覺得是刻意寫下去的 還有 你猜創作人 真的不知道這個 我猜一定有這樣的 氣藥 透明人間系列 你想想 穿上那條 黑色抹煙通 大家一看都嘩然 其實呢 可能消防署批的時候 他不知道 但我覺得創作人 就一定知道 即是過了消防署 一動都不知道 這樣就很奇怪 但是誰知道 效果就可以了 如果消防署長 真的因為欣賞 任何人的造型 而批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真的 其實是難的 真的難 我也覺得 是一個奇蹟 所以做記者 應該去追查一下 究竟今次 我不相信是新聞署的創作 如果是的話 應該都是屬於新聞署外判的 找出外面的製作公司去做 因為我理解 如果找回新聞署合作 入行的那幾個公司 是不會有這些東西出來的 你看到政府的新聞署的宣傳 一定是 這十年來的模式 都是一樣的 一些碎片 一人一句 一人一句的組合 然後最後一個 大約的背景 然後就升起一個標語 那就是那些大公司的指定動作 但是完全是不會想用這隻的 這隻 就算你說 吃大浪鬼也好 它最多都是設計 一個大浪鬼的卡通 其實政府過去那十年 是大量這些 沒有人認識的卡通 其實呢 就算你現在看回香港消防署的 Facebook 它之前很多的報告 都是非常傳統的 是直至到任何人 走出來 走出來 我又覺得他現在開始 任何人出來之後 你看到 他玩的 Facebook的狀況都不同 玩法都不同 玩法都不同 包括他那些 我們叫做Tag 那些是更活該的 譬如說 我說一下 他任何人出來之後 他說 惡搞不忘 cause 激活人心等著你 又說 你們想多了 我哪有資格做消防署 吉祥物 然後又說 今天經常打黑癡 是時間要休息 這些是比較活該的Tag 就是有個Interactive 好像正在回應網民的意思 不是說自己說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新聞署不會很保守 而且最重要不是因為 新聞署的新聞官保守那麼簡單 而整個合作的外面的製作公司 它來來去多了幾間 所以 接觸這些工作的話 就是一定是 他交上去的方案也是很保守的 一定是禁止的 咦? 那你就專家了 這件事 你意思是 其實我處理過他們 交上去不是這個 不是 即是說 如果 那些公司 一交這個黃陽達方案上去 其實馬上禁止 接著那個新聞官就會說 有沒有搞錯 他作為黑色媽煙通 不是吧 講完這些爛解 其實就沒有了 因為他要四平八穩 你留意一下政府的宣傳 為什麼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就是他們的心態是 出了等於沒有出 那你說 浪費錢來做宣傳做什麼 因為做官的就沒事 沒有新聞是好的新聞 對 只要沒有人留意 對 那個宣傳 所以官僚系統一般是保守的 對 然後在大台黃金時間 播出多少次 完了 沒有人留意的 就是最好 其實如果我覺得 就算我們做政府的顧問 我們都會叫他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會叫你 不要玩東西 玩東西是很危險的 但是你怎麼解釋 這條東西真的可以出來呢 這條東西可以出來的 因為它是一個執攬 我覺得 你問我 就一定是他外判公司 就推銷這個 說服到這個消防署 我不覺得消防署長 是因為欣賞這個 任何人 就是覺得他這個 造型很優美而批拒 我覺得 他一定知道 是一個充傳 以及聘用 我相信就是聘用 社交媒體 現在 我想阿勢林 你說了一個關鍵詞 如果說真的 現在說的行銷學當中 跟以前不同 以前的行銷學是甚麼呢 我打了很多廣告 做一個印象 然後趨使你去做一些行動 但是是不斷重複的 現在不是的 現在說的聘用 就是要怎樣把惡搞 能夠構成一些第二次創作 然後在社交媒體裡面去 大哥 2050不是那麼快嗎 15分鐘而已 唉 你買定也行 叫郭榮孫 你買定也行 我懷疑沒有個尺寸 我擔心 我覺得這次任何人 其實是 我覺得是懂得玩的 他是懂得玩的 一開始的時候 你現在任何行銷的人 都會告訴你 你要想 你那條影片 能夠 或者你的貼文 能夠在網上 那裡 叫做viral的話 你是一定要有位子讓人進去 一定要有位子讓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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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怕爭議性 你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個wow effect 就是說 嘩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記得當年曾蔭權競選的時候 他的競選口號就是 就說我會做好這份工作 其實一出就被人罵到混蛋 是啊 但是好過 一樣 其實他罵完混蛋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玩了 好像接龍一樣 這句話就成為了一句 叫做可以創作 是的 地盤工人就說 我會挖好這個洞 那些什麼 我記得 所以這個其實 任何人就像 那時候的 campaign 不過你說得對 我就勸 777就不要想玩了 不要玩這條計劃 777就真的變成了六十路AV系列 不是每個人玩得起 消防主要說 通常如果舉例 民望高就什麼都可以 其實很簡單 你黎明玩就行了 你現在劉德華說 不要玩這件事 我告訴你 大哥劉德華玩哪樣 死哪樣 我告訴你 現在不要玩這件事 這個就是 你看看你千萬不要說 別人這樣我就插勻 最重要就是你要問一下自己 受不受得起 絕對消防署是受得起的 因為紀律部隊 真的是全線形象崩潰的 由警隊 ICAC 海關 一路下去 全部都要接政治任務 唯獨是消防署 紀律部隊裡面 是不需要接政治任務的 現在真的是 真是死靜消防署 因為它 某個程度上 它的 nature不用 它的 nature不用 入境處 已經是最多政治任務 入境處是黑名單 然後 ICAC 就不動 七六八九 然後 李寶蘭又辭 邱樹春 做了一輪 都沒有辦法坐正 簡單來說 一個東廠一個西廠 廉署就是東廠 然後警察就是西廠 警察現在 路透社都說 政治部復活之後 這個保安部 然後就很活躍 去監控那些 本土派和港獨的政治團體 所以沒有一個紀律部隊行面 唯獨是消防 所以你問我消防 再玩盡一點都行 這個任何人 真的可以長吃長有 還有它是一個 開放的系統 任何人 因為它的名字 其實它是歡迎你去玩它 或者拿它來玩 所以它改了這個名字 它改了這個名字 是有原因的 這個我相信就是一個 市場學 我想也是一個其中一個 一個經典案例 你看到了 好像一天而已 昨天出街 昨天出街 上午洗版就罵 剛才我們馬上播出的 那種叫做 將它惡搞 已經多了幾多個 有政治的 有商業的 甚至 天文台 紅十字會 政府部門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惡搞 應該找張建宗來辦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做政務司司長 哈哈哈哈 喂 好啊 他說快要摸摸 不是 我覺得 對他來說好 對張建宗好 張建宗不是很他人憎 在市民心中 但是他是黑一個人憎恨 黑一個人憎恨 就是林鄭 所以如果有人把張建宗玩一玩 可能可以幫一幫他 即是怎樣?不用離開 不是 都要離開 不過在離開的時候 令他討好一點 但是很沒面子 如果兩年就離開 現在星島 我當他憲暴 星島 林鄭很不滿張建宗 所以準備 中間就重複 其實是 換政務司司大件事 其實是 我首先這樣說 有他說這個 我覺得 星島 炒河 雖然和777不妥 但是我仍然對他的線 很有信心 空月來風 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即是 我又不會相信 星島 會靠害777 你們也看看777怎麼回應 他說 目前 這個目前兩個字就是 他不敢說得太死 我沒有這樣的計劃 因為不行 因為這個撤換政務司司長 一定要北京批准之後 才可以 而且不是沒有先例 之前 六八九已經撤換了 鄧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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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德成 所以是有前科 但是這個再高級一點 這個是三司裏面的頭 還有我覺得 中途兩年 新政府成立兩年 就換了 即是說 究竟 張建宗一定是犯了一些很嚴重的錯誤 是的 其實有很多人 你說純粹是兩個做事方式不合 這個整個政府都要解僱 你問我 因為 林鄭是不可能跟所有人合得到的 沒有 不可能跟一個人合得到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說 所有人都合不到 因為 這些人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都會遇見過 在一個班裏面是最討厭的人 永遠就是什麼 你問她有沒有讀書 她又沒有讀過 她說一定沒有讀過 然後考第一回來 然後就說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考第一 所以 林鄭以她的性格 她是不應該做第一名 她不適合做第一名 做第一名的人 應該好像劉比那些 大器的人 大器用得有 她最多只可以做政務司司長 我覺得是盡的 盡的 政務司司長不行 因為你不能服眾 所以我覺得她發展局局長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她發展局局長的年代 她已經跟鄭宇華 運輸局局長 運房局局長 兩個人已經是火拼的 所有官都怕她 所以我覺得777真的不適合做特首 做特首的時候 好像你所說 她基本上容不下人 所以也不會有聰明人 真的會幫到她 即是一個在茶餐廳裡面 管理清潔阿嬸的人 你突然升了她做總廚 死定了 因為她管理那些掃地阿嬸 她每天都會搗著她 麻煩你擦乾淨的廁所 那些人搗的東西 為什麼不拖地 是可以的 搗著那些人 但問題是你升了上去做阿嬸之後 你就不可能 各樣東西手上 各樣東西手上的後果是什麼呢 張建宗是沒有工作的 我不是說張建宗 是一個能力很高的人 但張建宗跟他剛剛相反 張建宗是一個懶人 不過有親和力的懶人 他就不喜歡做事 總之就是以前 阿孫公那種的智慧 如果那個槍沒有打爛 為什麼要去修補 就是那種人 那他呢 我又覺得 我就不去評論他 他夠不夠資格坐這個政務司司帳位 但是張建宗是傳統的官僚體系裡面的AO 是典型來的 典型的 這件事是有好處的 這個好處是你剛才說的 他們的思維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商業機構 思維是什麼呢 就是總而言之 如果沒有行得順暢 你就不要改 不要搞他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這個其實是一個政府系統當中 是應該用這樣的思維的 還有張建宗 各方討好 他的人就是 以前他做勞工政策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他又要面對李卓人公盟 又要面對陳婉嫻的公聯 但是怎樣去接衝呢 譬如顧會裡面 知方和奴方 奴方裡面有兩大陣營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 劃不留守的人 但是這類人 林鄭正正是最看不起這類人 他喜歡那些什麼呢 像他這樣 死做難做不下班 然後老闆四點鐘 發電郵給你 4點05分馬上回覆那些人 早上說的 你就不要得罪林鄭 但是你不怕得罪下面的人 就是他要的那些人 你要硬正 還有 敢於兩劍 很多人犯的錯誤是什麼呢 林鄭問你意見的時候 你以為真的想聽你的意見 千萬不要回答 千萬不要回答 然後 就算你想拆林鄭鞋都好 現在很多人拆不行的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在聽我節目的官員 拆林鄭鞋不能夠這樣說 CE好東西的 這些很低水平的 你要演繹多些 好東西在哪個位置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人家問你意見 不是想聽你的意見 人家是想告訴你 我也知道你不懂的 我已經準備好 拿出來 那一刻應該給什麼反應 那一刻 拿出來的時候 然後你不要馬上給反應 不要像食神 大龍師傅那樣 很好吃啊 先看完 看完之後 就回去 找個電郵回覆他 現場不用回答的 總之就不要 別人問你意見 你就衝出來 真的給意見 因為他根本是不會聽你的意見 但是我想說 我們就說 這個777 沒有一個人可以夾到 但是說 可能夾到習近平 當然夾到 你看到花雕草那張照片 兩個的樣子混合在一起之後 簡直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覺得是很合適的 但是 他當然是夾到習近平 他唯一夾到一個人 那個就是他的上司 他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是一個向上爬的動物 所以我就說 你們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 總會遇到這些女班長的性格的人 是什麼呢 他只是拆著那個班主任 拆著那個老師 拆著那個老師 拆著那個班主任 他根本上就不會把所有同學 包括副班長好 全班裡面的同學 放在眼內 還有啊 只要那個老師 還用他就可以了 我覺得 他有機會 777是什麼呢 要不就是班主任 要不就是校長 意思是什麼 再爬上一點 他是一個 連可能 高他一級的人 他都看不起 高一級 他試過的 林鄭 林鄭是試過對她的上司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我當時說 他是不給她面子的 他有幾個例證 一個例證就是 在倫敦陪兒子讀書之後 回來就加入 這個 回來就做 民政事務局 何志平 下面的常案秘書長 當時民政事務局長 就是現在在聯邦監獄的 何志平先生 他應該不是很看得起的 第一件事回來就炒了他助手 真的是國師 真的 這個我覺得是炒得對 不知道 但你不給面子 你明不明白 那個是何志平請回來的人 第二是什麼呢 我自己在政府的年代 他對於政務司司長 完全不放在眼內 第二對於之後的財政司司長 也不放在眼內 曾俊華 曾俊華做過上司 唐英年也是 也不放在眼內 他當時主要是拿到曾蔭權的祝福 然後將發展局的權力擴大 發展局的權力擴大 這是一個新的部門 發展局長 所以我說 這個777就是那種人是什麼呢 只要他馬實到最大顆的那個 你看到了 到曾蔭權交了權之後 他做了第二把交椅 曾蔭權入獄之後 他毫不猶豫地撲上去 已經是上面了 所以這些是陳太太失敗 林鄭成功是有原因的 陳太太豪門世家 你明不明白 即是方兆倫的女兒 接著他的家族就是那些方遵生 那些名醫等等這些 然後有自己身份 有身份 有所不壞 不竊做這些事情 所以最終前期身份釋完陳太太之後 就自己離開 但是林鄭這種人 我告訴你 十個張建宗都不夠死的 你坐他第二把交椅的人 一 你就是要那種 是四點鐘 早上凌晨四點鐘 發電郵給你四點零五分 要回到電郵的人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他問你意見 你不要回答咀 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他拿出他的意見 其實他已經準備好了 你就一定要說好東西 不容挑戰 你想想想 坦白說 其實張建宗和他 是高於他 張建宗高於他 在政府裏面 但是這種所謂昔日 英治時代文官的 封建殘餘 已經是不會再計 你的心計 但是別人不計 因為1777就叫做想得快 我相信他的做事作風 是得到習近平的歡心 這個是事實來的 不是因為他在廣珠澳大橋走到隔離 那麼簡單 你覺得張建宗犯了什麼錯呢 我相信幾件事他不擋 他躲起來 你看到的 大件事 港獨事件 你看到他躲起來 他不說 你看到今天 另外一個叫鄭若驊 那五分鐘出來 在EXCO 出來見記者 大哥真是慘 我看到他 騰騰鎮食甲棍 比小學生更慘 比老師問功課 五分鐘即撇 什麼都不回答 一般來說 大哥你做律政司 有什麼可能 你怎麼都要回答英文問題 不是的 別人後面有個新聞官 會報告你 你出來之前的新聞官 已經告訴你 司長今天記者就會問ABC 再不是新聞官聰明 已經計劃定 那幾個親建制的報紙 那幾個記者 他認得了 他就指他問 一個文匯 一個大綱 一個星島就可以了 所以顯示出他有沒有抵氣 很努力 對 他努力到一個地步 是連自己有 做一場show 他都沒有能力 另外一個陳茂波 就是鍵盤戰士 你想想想 其中一個傳出來 就是他對三思都不滿 我就不覺得他對律政司不滿 因為他是手提起的 他選擇來取代袁國強 很明顯上一屆 籌組政府 我覺得有很多問題 你想想想 其實第一個換的是袁國強 袁國強是上了任之後 才由鄭若驊取代他 有一種說法 就說袁國強 其實一早想走 一早想走 辭職 不過 不知道中間的時間 有一年左右 那個鄭若驊 就未上得到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張建宗這類 就像食神裡面的谷德超 那個樣子中中厚 但其實心裡面 是很明白政治怎麼玩的 所以你如果動了張建宗 我就不知道他找誰上去 究竟在外面商界找人進去 找陳志思之流還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找一個 不是政務官出身進去的話 一定死定了 因為那個政務司司長 他要主持一個 叫做政策委員會 政策委員會 政策委員會是所有常任秘書長 將準備上去Exco的文件 是要先在政策委員會裡面的 除非 777強勢到一個地步 其實是要廢宰上 他要找一個更廢的人 這樣的話 他就真的大權獨立 即是連張建宗 這麼窩囊的人 他都看不順眼的話 他就找一個自己人 不過是廢人 坐在那裡卡住一個位 然後呢 就大權 我看到施政報告的草議過程 你已經知道了 其實根本上現在不是行政主導 現在是特首獨裁體制 行政主導體制不會是這樣 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 是公務員為主體 黃偉倫 連田海多少錢都說不出 現在 事實上政務司司長才是第一名 在管理日常工作 他才應該是第一名 特首處理政治問題和和中央關係 現在就是什麼呢 特首一把爪 根本上就由政策到政治 全部爪了 所以你說動張建宗 這個絕對沒有原念 我覺得 問題動完之後 大家也不要期望找到什麼厲害的人進去 隨時就找個廢人卡住 找個自己人卡住的位置就算了 除了律政司有些所謂專業功能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他要動的 一定是陳茂波 因為這是777最討厭的689的人 你看到777和689 根本現在是非常不正常 不是的 競爭 競爭是下一屆 因為689 大家以為他寫得最多是反港獨 其實不是的 他寫得最多是他家裡的花 花開二度 沒有人懂得看他的網誌 為什麼這麼詳細寫他的花 第二次開花呢 梅開二度 谷開二度 那你就知道什麼了 就是說會翻桌 梅德偉傑夫和普京 所以怎麼會把他的心腹在自己旁邊呢 那條粉腸是通水的 還有將來如果直接進入競爭的時候 你怎麼會把這樣的駐米大蟲 在自己的米方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記得 陳茂波不是他杯茶 他根本就不想用他 那時候他有一個人選的 那個女人 忘了叫他什麼名字 銀行的 是嗎 銀行那個嘛 什麼耳 忘了什麼耳 所以一直來講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熟悉陳茂波 梅高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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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說 陳茂波這些廢柴 我覺得 一早應該打柴 如果不是因為賣了六八九堆 而賣了六八九堆那些 極有限 我告訴你 你看那些劉炳章 其實是那個級別的人 所以事實上 我又覺得這樣說 七七七要換馬 我也都覺得 未必一定不對 為什麼呢 事實上 看班底來講 他今屆最弱雞 是的 比梁振英 三思都弱雞 比梁振英 是的 還有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他這種特首獨裁體制 其實跟習近平的氣味很相同 你知道習近平現在是一把爪 是用所有的 所有委員會的主席來的 他是 他就架空整個集體領導 所以其實 這種是兩個人很相似的 上次港珠澳大橋 這個七七七和習帝 一起並排而出 我們那時候說過 這個姿態 絕不偶然 那個也是習總 給了一個很大的政治訊息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機會 我為什麼說空月來風未必無恩呢 其實 在那次 七七七可能都已經拿到一些政治的祝福 從習近平 肯定的 你現在看到幾個跡象 跟梁振英的年代很不同 第一 中聯辦與港澳辦主任 那個公開發言的次數 是大幅下降 包括這個王志民和這個張曉明 特別是張曉明 第二 建制派的頭領人物 全部都要視林鄭講完才講 不會搶姜出來講 但是在梁振英年代 梁振英未講 那班人都已經出來講 你還要看人大政協系統 全部只可以在林鄭的政策宣佈 或者她的政治決定後面出來講 我相信這個就是韓正當日傳達的 六點工作指示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以林鄭月娥為核心 就是台前 當然後面決策有中聯辦 有其他人參與 但起碼台前 現在看到了 整個世 就像什麼呢 我就說跟內地相似 集中在那個形象上 決策集中在特首那裡 而特首就上應天命了 即是習近平 這種人其實 如果你當過中學老師 你就明白了 這種女班長 是最容易擔心的 因為她對於來自班主任 或者校長 或者副校長 總之是權力高層的那種關固 是特別渴求的 如果內地看不到那班主任 跟她談兩句 她自己都坦適不安去想 其實我不是有些事情做錯呢 我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呢 在驅逐馬海事件裡面 是否應該做得更壞 做得更厲害 要取消FCC的租約呢 即是你只要cold shoulder 她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她每一秒鐘 她都渴望得到 她心目中的權力來源 那個關固 所以 你交給她做的事 她會做到加零一 你叫她DQ一個 她DQ四個給你 接著你DQ一個候選人 她DQ全都可以 所以這個我就是說 她的惡劣程度 會超越梁振英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現在 這個換班 其實是林鄭月娥 進一步鞏固她自己的班子 因為起初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她的人 只有幾個 只有幾個 羅致光也有幾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她現在就是時候了 進來一個時候就是 開始換班子 就是她鞏固她的執行力 還有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 將前朝的清洗之餘 我相信 她一定會得到 中共的支持 各族連任 你問我 雖然六八九 雖然說自己花開二度 她穆花開二度 她自己搞出來 六八九 全部都是她自己 你看她那兩間公司做什麼 你問我 是啊 她自己搞出來 搞了兩間公司之後 你問有沒有有錢人捐錢 那些記者是傻的 應該就是問問李嘉誠 問問郭炳江 郭炳聯 問四叔有沒有捐錢給梁振英 那兩間公司 去查一查 你看到的 下面那些人 每個人都在等主子呼喚 誰知道 等到現在 大哥細息不對 真的是馮偉光 邵善波 張志剛 那些消息匿跡 還有什麼 高靖芝 所以六八九 不是 所以你說得對 你看到這班人最近有沒有發聲 除了六八九 在那裡壓制壓制 連馮偉光 都暗示了 可能忙於賺錢 賣保險 現在剩下六八九 在那裡垂死掙扎 然後做出的假象 其實是為了自救 是自救 我相信 幾人覺得 我仍然得到中央的支持 那這種就等於 現在中共的政權 是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 習近平在上海的 進口博覽會 進博 說了很多說話 說我們會繼續開放 說我們會 全球採購 再買幾百億東西 這些所有的東西 其實跟六八九一樣 是心虛 心虛 要說這麼多這些東西 是希望你相信 是相信一樣 我們很棒 是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 現在只是二九六零 距離五千 我扮任何人 還有相當大距離 大家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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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含防固劑 如果在街上賣的 立場 你會看到 他掛了幾個月 那些 都沒事 當然有很多防固劑 在裡面 我們這些是要選擇的 那黃牌立場 和千葉立場 分別在哪裡 就是他少10%肥肉 瘦肉 多10% 但有些人喜歡 立場 是直肥少少的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 留意以下日子 大廚系列四款立場 買二送一 11月2至4日 人民超市大埔店 11月9至11日 人民超市灣仔店 11月16至18日 人民超市荔枝角店 大廚系列四款立場 買二送一 全線大廚系列養生湯 都是買二送一 還有更多精選貨品 包括貓山王榴槤肉 李朝韓牛人心湯 行河咖哩屋黃金咖哩雞 一口咖哩豬 都以超優惠減發售